你好 欢迎收看12月25号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李慧 花莲县政府在今天举办了花莲赫斯城市品牌及永续VLR揭露暨产业基地开幕活动 发表花莲城市品牌白皮书 把花莲城市品牌的文化诠释 识别设计 主视觉设计等项相亲来介绍 也正式启用花莲产业基地 欢迎国内外人才到花莲 找到自己的频率和人生价值 花莲县县长支持表示 花莲城市品牌定位是县佛团队 透过长时间探讨发展而来的 2020 花莲城市品牌定位加入花莲十分著名的地景风景 山海日识四个元素 展现花莲是一个多品城市 以及花莲云产业基地有如花莲的发射台面向国际 积极向国内外的人才招手 连接既有的花莲创新基地青年培育 为世界的产业链不断地在转动的时候 能跟着花莲县政府大不卖钱 一直勇往直前 学无止境 只有透过不断不断地交流学习 才让我们觉得生命的精进和丰美 才让我们觉得生命不虚过每一分每一秒 人生难等 就像真伟的施政理念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我们尊重天地有灵 尊重天地的大自然 然而大地是最好疗愈的武器 而这也是老天爷给花莲最大的恩给 十分钟上山下海 有这么多的文化的元素 世界上有哪一个城市 有花莲的多元 有花莲的美好 来吧 就来花莲来享受 我相信在前面的几年 以及未来的施政的规划 在徐政卫在这一次的定期大会里面 已经做好了相当完整的施政报告 花莲的美名全球知名不同的地理风貌 是运于大地生命的根本 不同容作物种植 遍布低海拔高海拔的区域 产出富饶丰盛 同时生活在花莲人们充满想象 是艺术创作的有机环境 而其各自的文采举风格 在其中 在面对城市所作用的群山环保 种水淋流的大自然 不仅在他美食大自然 所给花莲人的礼物当中最正向力量 记得继续欢迎收到 接近手机 在这边 在这边 我会发生 遇见 都 这边